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一个 那么第二一方面就是复杂的问题 在挥拍的时候 挥拍的时候 上下幅度比较大 那么前冲挥拍相对幅度要小一些 它的挥拍基本上是要靠前的 从后上前方用力 再一个 前后的幅度 前后的幅度 相对要加大 在挥拍的同时 在挥拍的同时 就是转中心的时候 左脚要往前 然后压着 那么手臂呢 手这个大臂呢 要带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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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臂带动前 一般的 一般荷原球的时候 这个大臂呢 相对来说 比较多地 那么那前送 前送荷原球啊 一定要更好的 利用这个大臂带前臂 这一块 大臂带前臂再转发 目的就是为了 加强前臂的力 目的加强前臂的力 一定要得到球这一块 第三个就是 你一定要记住 就是触球环节 触球环节一般就是 先把球 吃到板子里面去 吃到板子里面 然后撞击的同时 吃到板子里面 然后再加板子 那么就是 形成一个很强的 一个前送荷原球 前送荷原球 那么 简单来说 可以用一个口诀 来 形容这个 前送荷原球 什么口诀呢 就是 三高一压 先转后膜 这是什么意思呢 三高 是什么呢 三高就是 重心要高 银板要高 击球的时候 击球的时候要击球高点 这就是三个 三个三高 击球这个高点 前身部不计 最高的 这是前身部固定最佳的指示 所以说 在练习的时候 要躺着前身路的高 最好就是去找高的 这个就是三高 一压呢 比如说要压弯心 压弯心 压弯脚 一压 往前一闷 一压 然后激熟过程当中呢 先撞凤膜 这就是一个 前痛实验是一个机构标的 三高一压 先撞凤膜 一定要注意 这个基本上就是 我们概括这个 前奏浮连球 这个技术中的要求 后面咱们来看一看 这个训练方法 训练方法 训练前奏浮连球的训练方法 主要就是两个目 第一个就是 提高这个浮连球 激熟质量 就是说咱们说的 力量大 速度快 前身比强 第二个就是说要练 要结合好 速度快 主要就是练前奏浮连球 要把这两个 先练好 来掌握前奏浮连球的 基本劲 好 第一个训练方法呢 就是单一的 单一质量的训练方 单一质量训练方 那么请 就是练前奏浮连球 出来 反显浮连球 出来反显浮连球 这个挺不错的 那么练习 那么练习 练习 这个单一牵入浮连球 它所需要的力量 是绝对力量 需要的力量是什么 绝对力量 就是说把这个球 跟拉球之间 要形成一定的距离 然后合理的运用上 腿 腰 包括臂的力量 然后把这个力量之中的 最大化 然后把球出去 这个训练单一质量 要求 这是绝对力量 绝对力量 它就要求 在实战当中 出现机会球 能够 能够一板 能够最好 一板 把对方 打死 然后得分 或者是 让对手 对动防守 这个虚拟 对 刚才我强调的 要想拉才能出现球 就是 银板高 银板高 然后重心高 这是 这是 带一个基础点 刚才 刚才 从前方做都非常多 做得非常多 那么在 基球过程当中 肌球过程当中 一定要就是说 这个脚腿就要往前移 往前移 把重心 全部都压往前面去 不要就是说 抽练的 就是说 抽练的 就是说 前种抽练去的时候 很容易出现 出现一个问题就是 拉球的手 全是手这一块 手很使劲 手很使劲 那么它在使劲过程当中 当时 发过出力了 感觉这个叶子 是差一点 很大一部分 就是说 它这个腰的叶子 就是说 跟这个手的叶子 分加了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 这个重心转换的 重心转换的问题 重心转换的问题 它没有就是说 往前移 押忍 有的时候 可能它的下肢力量在上面 然后手在前面 那么它这个 这个力量 全力就是属于分线 所以说 在练前种浮腺球的时候 在堆开的时候 一要就是 这个左脚 尽可能要往前移 把重心 把重心压往下 把力全移动到左脚 配合 上手 手臂的力量 去拔 这也是非常重要 因为要注意这个 这个 关系 这也有你 probe 看 这个 按 这个 我 这个 有没有 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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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路要注意自己 第二个训练方法 就是练习的连续是这样的训练方法 提高你的连续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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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请李牧子同学出来做一下示范 练连续前方弧弦球 练连续前方弧弦球 这个力属于快速力 属于快速力 也就是咱们常说爆发力 爆发力 然后前臂反臂速度要加快一些 包括腰的转体 包括前臂的 它都会比较快一些 那么它的管缘呢 管缘这一块也要快一些 一定要注意这个关键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 在拉的时候 千万不要出 再练连续前方弧弦球 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就是拉完以后 到这了 然后球再过来 球过来然后再移板 这样的话 你就很容易就顶捞板 那么你这个腰的力量 就用不上 硬要技能 什么为一板 一板就是 转体 拉完以后 马上滑完以后 这是一板 这是一板 千万不要把球罐 球罐打得好 那样肯定就慢了 在练的时候 你要注意这个关键 小的小的小只 你足够的小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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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到这里来 像练这个的时候 我们可以不练习练 可以加上腰肉和弱点的练习 这就是腰肉 反手拉手 正手拉手 然后练习它这个固法 与用力方向的条件 这就好 具体的方法 因为咱们前一节 脚脚多了 咱们就会不带脚 好 一定会 好 继续 下面请我们当天来的同学 来示范 看下一个训练内容 下一个训练内容 就是把绝对力量和快速力量结合起来 怎样触练呢 就是说你发出了手 有慢脚 有快脚 再让它给你这种来手 来处理 来处理 我是要用这种 单一指量去拉 还有用这种 延续性的去发 也就是说 我是要用这种绝对力量去拉 还有用这种 快换力量去拉 去拉 下来的时候 可以比较有趣 就是一把 还不是一个 还不是一个 一把 这个 就是一把 手 用这种 练这个 练这个 项目 首先第一点 就是说要需分好 绝对力量和态度力量前方不再去的区别 这个在我刚才讲的我就不再说 第二一个就是说要把这个机球节奏要掌握好 那么机球节奏这个机球点的位置是 掌握是非常重要的 怎么去找最高点 这个就是说在序列当中要重点解决了 然后这个男子 这样吧 好 张欣然归队 下面请青春阳来示范下一个训练计划 下一个训练计划也是咱们老计划 就是结合步法的训练 在结合步法训练同时 也要加上绝对力量 下一个训练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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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车的一般就不变绝对比较,快车的一般就变快车的一般。 在这里面讲一个不法的支持。 有很多球友问我,华步跟并步有没有区别? 它们两个是不是属于同一种状态? 在这里我给大家解答一下。 华步一般都是以一个脚带定这个脚。 我就把我的手动作是一个脚。 你比如说往这边移的话,一般这个脚在这个脚, 过来移这个脚在这个脚。 那么并步的话,两脚基本上都是同时的。 那么在处理的时候,并步一般用于什么呢? 就是落点小一点的方法,用并步的应该多一些。 那么就是说在你延续拉的时候,一般都是用并步。 那么在处理大脚的的时候,一般都是用刮布。 一般都是用刮布,或者再大一点的刮布。 一般都是用刮布。 那么就是说一般到中缘,或者大脚都是用刮布的地方。 那么在这种环境上,一定就是说要注意这个环境。 。 一种是慢走路,小又大。 练这个就是主要练动刃的。 练动刃的。 练动刃就是练动刃的。 练动刃的。 等到练熟练了以后,就可以加一些无序的虚拟 下面有风签篷,然后再打一打无序的虚拟 预折圈还小范围的,不定是 大范围的,每个小范围的发小范围 大范围的就发小范围 这是第四种训练方法 第五种训练方法就是小半高球带着旋转的方法 好 那么从前看前回备 然后五一通闲 然后这儿 这个分为三个选择 一个是内选择 然后练他脚底的 内选择 第二种呢 是这个就是前后鞋的 前后鞋往前鞋 那么在这里呢 我说一下这个找点的这个方法 你比如说内选择 不要看他落球的位置 不要看他落球的位置 主要是看他这个无限 看他的动作 当你一看到动作的时候 这往你勾的同时 那么你身体的位置 要跟这儿出的位置 基本上是一致的 一致的 你不要看这个球 你看牛仔来的 其实说是往那拐 往那拐 你比如说这个球 运动已经在哪里 在哪地方 那么你这个位置相对来 就是在哪里 如果说他摸他 带你很远 你可能这个位置 一定可能还要往那偏远 你要注意这一点 一定要给你看他的 这个手腕要抖 那么 外旋转的 外旋转的 你一定要在原来的基础上 测的位置更大一点 测的位置更大一点 然后再出去 你像那个前冲的那种 那种旋转的话 一定就是说 多往后一点 来充分 充分的 利用这个 这个 这个 腰的口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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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这一只全部的组织 希望我讲述的内容对邱友能够有所帮助 如果邱友在训练当中遇到一些问题的话 可以在乒乓网直接找我 或者是找我们教练所来帮助他 这一集咱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如果您想第一时间观看乒乓网的视频 请点击一下屏幕下方的订阅 打开微信扫一扫 关注乒乓网微信公共平台吧 扫描左侧二维码 关注乒乓网 每天为大家推送乒乓球教学视频 冰汤球技术文章 冰汤网最新活动 还在犹豫什么呢 赶紧关注吧